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你要懂愣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 共同学习 新闻段落 算能定义一切众生 明老义史 华严经 愿十九 执行品 第二十一 之一 男之 不离众生 有颠倒 不离颠倒 有众生 不离颠倒内 有众生 不离众生内 有颠倒 必非 颠倒 一非众生 去天岛 天岛非内法 天岛非外法 众生 非内法 众生 非外法 一切 诗法 虚妄 不及 祝起 祝灭 如有坚固 如梦 如影 如幻 如画 如世 结者 疑能 绝两 一切 忠喜 通达 忠喜 疲于 灭坎 圣 自得度 令他得度 自解脱 令他解脱 自调福 令他调福 自精进 令他精进 自安理 令他安理 自离构 令他离构 自清静 令他清静 自灭坛 令他灭坛 自快乐 令他快乐 加文赐事 恭请建非法师 慈悲开示 好 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总论言一千日 第五百二十五日 好 我们继续要谈饶意行 这是愣言经里面要讲修正 所谓的信解行正 修行的目的就是要有证明 什么证明 修行能够解脱 那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 你需要去实践 去行的 才能够证明 真的能解脱 所以这一段呢 就是正道分里面谈到 你要有效果 怎么样的效果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效果 有修行就有修行的效果 没有修行就有没有修行的效果 那这里呢 就讲 依着佛陀教的方法来修行 谁所发行 安利圣位 谁你所做的一切 他都有一个结果 那很多人以为 这个学佛啊 是佛的专利 或者是法师才会需要学佛 那我们一般人就选择一个 自己想走的路 那当然这个路 如果符合解脱的方向 也会有这个效果 没有这样修 那就会往轮回的方向走 所以这是进跟退 就是非常明确 那我们怎么知道 自己是有修还是没有修 所以在这一段呢 佛陀就讲 效果就在 你的眼前的身心感受 从干会 到实性 实住 实行 实回向 四加行 实地 等觉 妙觉 这是非常清楚的 有的人 他以为 学佛就是 修心就好 那当然 心很善良 你看不到 你也没办法证明 这个人 是否 真的如他所说 那么我们就看 他的结果是什么 一般讲的难听 就是下场如何 你就可以从他的状态呢 就回推 他的努力的方向 是否符合佛陀教我们的解脱之法 那这一段呢 就是非常清楚的 把每一个阶段 你会发生的事情 一一的说明 那在楞严经里面 我们已经谈到实行 当中的第二个 饶意行 什么叫做饶意行呢 简单来说 善能利益一切众生 就叫做饶意行 利益一切众生 是让众生得到解脱 让众生得到快乐 而且不是只有某一部分的人 得到 是一切众生都能得到 那这当中呢 就要非常的善 什么叫善 就是善长 而且能够有善巧 很懂得所有的利益众生的方法 有时候呢 我们说 我帮助了少部分的人 那大部分 并没有得到帮助的人 反而会感觉 你没有照顾他 那我怎么样 两全其美呢 那这就是饶意行 要学习的功课 一般人以为啊 我就是做好事 做善事 那真正好的 善的事情 它有最大的效果 又能够没有副作用 到底是什么 我们一辈子的生命很有限 每一件事情都这么值得做 那到底有没有一个重点 让我们可以把握 而真正的达到 饶意众生 那这个饶意行呢 在华言经里面 讲到非常清楚而具体 他说 何等为菩萨 摩赫萨 饶意行 这个菩萨呢 做一件事情 叫做 护持境界 原来啊 持界 就是饶意众生 为什么呢 因为 境界的 基本的原则 是什么 戒什么 戒伤害菩提心 戒除 毁犯的行为 戒除 自害 害人的 一切的行为 所以 持界 就是让自己 保持 清静 你的心 保持 清静 你就可以 饶意众生 所以看起来呢 是 一个 自立的行为 其实 我们在做的是 广大的 自立立他 那戒 的 定义 叫做 于色 身 相 畏 处 心无所着 你持了戒 会发现 坏事 都不能做 其实 坏事 不能做 不是佛陀 规定的 而是呢 你做了这些坏事 会伤害你自己的 清静 那其实最后呢 受苦的是自己 所以佛陀 为了要让大众 离苦得乐 不要陷入 困境 所以就告诉我们 哪一些事 会伤害 我们的 清静心 那所谓的 贪 嗔 痴 慢 疑 面对一切 静 你会产生 黏着 黏着了之后 求而不得 那会有很多的 意想不到的结果 所以 这根本上 从 持戒 开始 来着手 你就可以 慢慢的 摆脱 对于这些 色身 相畏 畜 这些诱惑 的 黏着 跟 让你不得不 的 上瘾 的行为 所以 当我们 清静的 戒法 建立了之后 你的心 自然就 解脱 所以 于色身 相畏处 心 无所拙 而且呢 自己受用 还要为 一切众生 如是 宣说 我们要帮助 一个人 最好的方法 就是 鼓励 他持戒 那 一般人 听到 要持戒 就觉得 很爱手 爱脚 绑手 绑脚 而且会害怕 有的人 他会觉得 哎呦 我的身心 这么不清静 我持戒 如果犯戒 怎么办 其实犯戒 也没有办法 怎么办 犯戒 就是犯戒 那你就知道 如何 可以改变 那犯的戒 要知道错 知错 能改 善莫大焉 那问题是 有的人以为 不要去持这个戒 就不会犯戒 那这就是 愚痴 因为他以为 不要看到 不要听到 逃避 他就不会 去背这个 罪的结果 事实上呢 佛陀持戒 教导我们 学习戒法 是要让自己 可以 很有智慧 所以 为众生 如是宣说的时候 他不是带有 其他的目的 不是为了 威势 不是为了 自己的尊贵 也不是为了 得到 持戒的果报 那一切呢 都是因为什么 因为 佛 就是这样子说 所以 但坚持 境界 说 我持境界 必当舍离 一切 残服 贪囚 热恼 诛难 逼迫 毁谤 乱拙 得佛 所占 平等 正法 那我要远离 这些烦恼 不外乎 就是希望自己 可以清静 而且得到 最殊胜的 佛的果报 那佛 赞叹什么呢 佛赞叹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大众呢 自己的心啊 不要陷入痛苦 残服 热恼 逼迫 你就很解脱了 大部分的烦恼呢 就是这以上 所讲的嘛 那如果我们要解脱 佛陀教我们 最直截了当的方法 就是 你只要坚持境界 你不需要去 开记者招待会说 你可以 你怎么可以毁谤我 你也不需要 去告诉 很多人说 你不可以 纠缠于我 你只要呢 持戒清静 自然 你所有的这些困扰 通通都远离 自然就 不再困扰于我 那这样子 不是就是最究竟的嘛 所以呢 这个平等正法 这件事情啊 就是从佛的 教导当中 来学习 那一切的教法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持戒 那这戒呢 就是 佛陀给我们 最大的礼物了 那菩萨呢 他只会这样子 去观察这件事 他说一切众生呢 常常啊 不知道 戒是殊胜的 所以他 没有持戒的时候 他对于色身相畏处 这个五欲 是贪着的 而且呢 非常非常确定 我一定要在里面 叫做 其心决定 当然沉溺 随其流转 不得自在 我确定 我一定要轮回 因为我是凡人 我是凡夫 我还有凡俗之事 我还有很多的欲望 我一直不断的 要在这里面追求 所以随其流转 不得自在 其实我们在 这些追求的过程 已经受到这些 欲望的控制 成为奴隶了 但是我们不知道 原来我们可以不要他 求不得时 是痛苦的 求到了 又会有害怕的危险 害怕什么 害怕失去 害怕被剥夺 害怕没有比别人好 所以呢 菩萨 他就会观察到 一切众生 都有这种苦恼啊 所以呢 我今应当令此 诸摩及诸 天女一切众生 诸无上界 一切众生 都跟我们一样啊 一样都是 很害怕这些痛苦的 那怎么办 最简单的就是 让他清静的持戒 那自己持戒得解脱 一切众生得解脱 于一切至心无退转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乃至入于乌云涅盘 哇 这件事情呢 最终的结果就是成佛 那成佛 是不是什么都有呢 是的 佛陀有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佛陀住在哪里 佛陀住在净土 那里什么都有 你想要什么 通通都有 你在现实生活中 还没有这么的自在 还必须要靠 两手两脚的 努力的去追求 你才可以得到少分 在追求的过程 却又造了很多的恶缘 那乃至于呢 给自己带来无限的 意想不到的苦恼 那这中间呢 也必须要停下来 为什么菩萨他可以坚持境界 那一定有他的原因 所以呢 菩萨这样子的发心啊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何以故 菩萨是这样想的 此事我等所应作业 应随诸佛如是修学 因为菩萨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学佛 你什么人都不用学 你就学佛 那佛怎么做 佛就是持戒 做事学以离诸恶行 既我无知 以智入于一切佛法 为众生说 令出颠倒 众生的颠倒 到底颠倒在哪里 其实我们仔细去看 其实众生的颠倒 我们的颠倒 是没有什么原因的 那常常就是好像理所当然 我一定要这样 那你仔细去观察 如果我们不坚持持戒的时候 我们的心都在忙什么呢 忙一个无所谓的颠倒 所以菩萨就知道了 其实众生啊 他跟你讲 他不要持戒 其实他也不知道 他到底要持什么 不持戒的人 要坚持什么呢 不知道 所以菩萨很清楚 然之不离众生有颠倒 不离颠倒有众生 不于颠倒内有众生 不于众生内有颠倒 亦非颠倒是众生 亦非众生是颠倒 颠倒非内法 颠倒非外法 众生非内法 众生非外法 我们这一段呢 就被他颠倒来颠倒去 这个颠倒呢 是什么 其实根本就没有颠倒 但是我们会一直以为 哎呀 我是众生 但凡你有这种想法 我跟佛不一样 你就是颠倒 那佛做得到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 其实是我们以为自己不是佛 以为自己是跟佛相反的颠倒的那一个 所以我们常常讲 这个颠倒是我们自己定下来的规矩 所以我有没有在轮回呢 有吗 自己觉得有 所以你就会一直设定自己是在轮回的这一边 而不是解脱的这边 那到底有没有痛苦呢 这个痛苦好像有 到底是谁害的呢 好像是某人 你仔细去看哦 是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也不尽然 只是我不知道嘛 不知道的时候呢 你就会以为有一个东西叫做颠倒 乃至于有一个人叫做众生 事实上呢 有这个吗 没有 有内有外吗 没有 一切诸法虚妄不实 素起素灭 无有坚固 如梦如影 如幻如画 狂惑于夫 我们的烦恼 其实就是在这个非法当中呢 以为有法 产生的法直 在法直当中 又以为有一个我 在轮回 产生的我直 不管是我直还是法直 其实都是如梦如画 如幻如影 梦幻泡影 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件事情 你就会解脱 你就能够持戒 那有的人以为啊 哎呀 持戒很难 其实持戒的根本上的观念 就是你看透了这一切 你如果看透了 你很容易持得了戒 如是戒者 即能绝了一切诸行 通达生死 即与涅槃 正佛菩提 很难哦 因为你要通达 一切诸行 通达要怎么通达 我们以为要上学 读很多科 现在呢 学了科学之后 要学艺术 学了艺术之后 要学医学 学了医学之后 要学企业 学了企业之后呢 要学做人做事的道理 要面对很多很多 一切的万法 要不断不断的学习 但是这个学习是增加知识 并不一定能够通达一切的万法 有的人努力了一辈子 他可能对于这个世间 并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 但是如果你真的通达一切诸法的本质 你突然之间了解一切万法了 就是一法通 百法通 万法通 所以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但是我们却不知道 原来从佛法当中来学 就能够通达 而且不只是通达 一切诸行 连生死这么难解之题 以及捏盘这么高远的境 你都能够亲证 所以这是菩萨 很懂得善巧的修行 要利乐一切友情 原来就是从当前 设心为戒 因戒生定 因定发慧 这样子来做 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件事情 自得度令他得度 自解脱令他解脱 自调伏令他调伏 自寂静令他寂静 自安隐令他安隐 自离构令他离构 自清静令他清静 自捏盘令他捏盘 自快乐令他快乐 所以简单来说呢 就是但坚持境界 这四个字 就叫做饶意行 那你为了要持戒 你会了解戒法 了解戒 你就会知道 原来佛陀 他不是为了某一种 人来设这个戒 他是为一切众生的规则 而让大众都能够 在戒法当中 透达一切的世间 万象 所以归根结底呢 以智慧来持戒 戒才是我们最终的 一个依规 那持戒就会达到智慧 因为戒而生定 定而发慧 所以最终呢 其实持戒是一个方法 那持戒的目的是 通达一切智 那如果你有智慧 你当然能够利益一切终身 对于所有的自己 或者是他人 你都不会做傻事 也不会犯下 自以为是的错误的行为 所以这就是饶意行当中 为什么他跟持戒是相关的 好 今天讲的内容就到此 老师 各位师兄好 我是爱珍 今天我来谈谈 我对饶意行 持戒修行 自立利他的一些体会 然后还有一些问题 请问法师 我自己的体会就是 持戒修行 关键 其实在末法时代 持送能源咒 身配能源咒 可以保护行者 发菩提心 然后保护行者的会生法命 能够保持持戒 很清静 即使犯了戒 有时候 但是如果你继续持送能源咒 也能够环保清静 自己的体验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 我真的有在那个行菩萨道 或者你自己认为的行菩萨道当中 有时候你如果修行不经 不经济 很容易迷失 在那个世间的那个魔的境界当中 很难超越 但是能源咒 或者你发菩提心 但是发了菩提心 你也要有一个方法 所以这个能源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然后我讲讲我的经历 在过去 其实在中国 我主要是做工程师和学校教书 那么多年 十几年 来加拿大呢 主要就是照顾老人 病人 只做了一年的计算机工作 那现在呢 主要就是做 做一些医疗方面的 就是按摩啊 针灸 那我现在呢 我感觉就是一直跟着法师啊 还有我们这边 你们建徽法师的团队 还有我们这边的法师修行 不管怎么样 有时停停断断 我总是要送人眼皱啊 然后听人眼睛啊 这样呢 就能保持自己身心清静 不是很多的邪念 然后 可是 就是说 有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发生了一些情况 我发觉 有一个居士 或者一个修行人 最近 好像我很久没有联系了 我就知道他有点问题 但我不知道具体的 最近我才知道 他没有冤亲在主上身 真的 这不是别人说的 真的有 那我想问法师 是不是这个跟 持戒不清静 或者身体虚弱 妄想多 思想不正啊 这些都有关系 虽然我看他们也在修行啊 也在读地藏经啊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 因为我是没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知道 在这个五卓二世真的是很危险的 魔王随时都在看着你 说不定你有功德的时候 或者是你有一点疏漏 他就会找你麻烦 那还有一个就是 最近这个劳一痕当中 我们讲到 这个都是诸法虚实 希望不实 那我想到 元绝经当中 我们在修行人 就是以患修患 诸患静灭 非患不灭 那还有就是 讲到善男子 当之身心皆患 皆为患够 够相永灭 十方清静 我很喜欢元绝经 我也听法师在讲 所以我想请法师 给我们开示 感恩法师 好 谢谢爱珍 我们先讲第一个事情 刚才所说的这个 就是元情在主的事情 元情在主呢 很有可能是 就是渊跟亲嘛 那至于他是不是在主 这是我们的讲解释的方式 很多人以为 冤亲在主 是一个无形的鬼 或者是业障 就是你的烦恼 那事实上呢 其实当你 要持戒的时候 要怎么持 持所有的戒 最高的戒 叫做菩萨戒 菩萨戒 就是维持菩提心 很多人接受的菩萨戒 你要怎么接受这个戒 就是佛 让一切的众生 都发菩提心 所以我们要在佛前 由戒师 问我们 是否 是 佛弟子 是菩萨否 发菩提心否 那我们就接受 就是 戒师问 是菩萨否 那我们的决性呢 就会说 是菩萨 发菩提心否 我已发菩提心 我愿意发菩提心 好 那受了这个 接受了这个仪式了之后 你的内心呢 就感觉有一种确定 那接下来 你就对 每一个你遇到的人 你都要发菩提心 都要一直保持 这个菩提心 那很多人会以为 哎呀 我要去找 外面的众生来度 其实呢 谁 会是被你找到的呢 其实你不用去找 他自己就会出现在 你的面前 他面前 就是有缘 有缘呢 不是冤的缘 就是亲的缘 常常亲家会变冤家 因为我每天 都跟你在一起 我每天都面对你 我很难发菩提心 所以很多人 其实最难的 就是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亲人 很熟悉的朋友 因为我已经看 了解你的所有 我们对外人可以假装 假装我有菩提心 可是你对亲人 你是要接受他的全部 他有优点 他有缺点 他有顺你的心 也有为你的意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 不管是什么情况 你都能够保持菩提心 这个才是最高的持戒的重点 可是我们常常会觉得 哎呀我被困扰了 我被 被这个 缠绕了 那我就把这个问题呢 推卸给 原亲在主 其实呢 也有可能是身体坏掉了 所以产生幻觉 也有可能他最近气血太虚 也有可能他压力太大 也有可能是 因为他的心不够慈悲 没有那个力量 所以遇到任何的困境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 用冤亲在主四个字来解释 其实你很简单 是冤也好 是亲也好 是在主也好 是在权人也好 你只要发菩提心 就没有问题 所以持戒啊 是不是要这样子 就会很发心 那也不见得 不见得是要为了 冤亲在主而发心 是你就本来 就有具足这种菩提心 不用可惜呀 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能够发菩提心 你为什么不发呢 这是问题呀 那总是要遇到债主 人家来讨债 好吧 我只好发了 这样子不叫发心啊 这样子叫做还债 你的还债是很痛苦的 很不甘心的 很倒霉的 我被你遇到了 你看每个人都拜三妹水餐 看到误答国师 真衰啊 怎么会没事呢 去接受一个皇帝的捐赠 然后呢 自己起了傲慢心之后 马上业障现前 你还想想看啊 我们每个人都是误答国师 我们也有可能是那一个忍辩床 你的心如果有冤的时候 那对方啊 就不自觉的就变成债主了 是不是 怎么那么倒霉 你本来没有学佛哦 你不会把你的家人归纳成冤亲债主 这四个字 没有这个名字哦 自从学佛之后 为什么我们突然就变冤亲债主了呢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学佛啊 学到后来会众叛清理 大家都不喜欢跟学佛的在一起 因为在你的眼中 我就是那个业障鬼 我就是那个 我没学佛 你都不会知道要骂我 你学佛啊 你就学了很多的名词 还会知道有地狱哦 还会知道有业障哦 那你看 我们是不是常常用佛法 帮自己建立很多冤亲债主 所以我们要改变 不是冤亲债主 就是我们的报恩 我们报恩的对象 这是我们的菩萨 这是我们能够发菩提心的机会 那这样子呢 你对于所有的问题 它都不再是问题 那病人也是我们的恩人 他让我们有机会 为他服务 为他发心 那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心态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心态 你纵使是持戒 你只是害怕 害怕 哎呦 我如果不持戒 我会不会愿亲债主 找上门 其实不用担心 他就在你身边 只是你一直在用什么方式 在看待这一切 所以这个学佛要有智慧 要不然呢 总是有那种鬼魅的那种传说 都市传说已经够多鬼了 再加上学佛又学了一大堆 这种可怕的名词 那每天都要消业障 那业障越来越多 所以啊 请大众有很好的心态 去修这个叫做利益一切众生 持戒就是大饶意 那这样子呢 每一件事情都有得解 那当然 第二个问题叫做圆绝经 圆绝经是圆满的一部经 圆绝是什么 圆绝就是我们的本性 本性就是菩提心 那一切众生都有圆绝自信 因此只要发菩提心 你就是叫做圆绝经的行者 就是可以实践 你的内心当中的圆满 那不管你从哪一部经 最终都是回归到 心就是佛 佛就是心 这样子的理念 你就不会 感觉好像到底要读哪一本经啊 每一本经 其实都在讲我们的心 是究竟圆满的 谢谢爱珍